收集人家雕氣的舊物 再加上少少藝術創意 為物件鑄入第二生命 正正是香港插畫師林皮的創作方向 由她創作的女妃俠蘇菲 正正貫徹了這種理念 她更因此而被邀請參加 第一屆Toy Show亞洲玩具展 另一方面她亦經常找人家雕氣的舊物 亦因此而發現舊物留著的歲月 在過程中 其實也有很多人會跟我聊天 或者老闆會告訴我 他們之前經歷過什麼 慢慢會覺得 其實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背後的故事 我撿回來的舊物 不是真的就這樣 存在一件舊的東西這麼簡單 而是中間也有很多他們之間的感情在裏面 所以當我在創作的時候 我也希望加入這種情緒在裏面 對於一個以創作維持生活的插畫師來說 被人抄襲大概是其中一件最不想發生的事情 林皮說她在香港和內地都有申請商標 我申請了一個商標的 就是那個trade mark那個 我有申請到的 但是我不是屬於申請了很多的東西 因為始終我都是一個 剛剛開始的方式這樣做 但是我覺得在香港我自己都算放心的 至少我有足夠的曝光 我覺得就算有人擺明抄 可能都未必選到我 林皮又說以前或者會怕被抄襲 但現在反而覺得不要緊 因為她相信只要她一天在創作 總會有新的故事、新的形象出現 商標對她現在來說是另有意義 其實我不是說真的很擔心被抄襲 反而我覺得有時如果我認真去做這件事 我也都需要去告訴別人我有多認真 當我申請了這個商標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別人 其實她是一個已經註冊了的 你可以去查到她的來歷是真正屬於我 林皮大約用了2000元申請香港和內地的商標 但是由於種種問題 現在只在一個範疇有註冊 她最後說 目前香港有很多策劃師都不知道如何申請商標 希望政府可以多些資助和宣傳